口吏于病便是如此。 第二个原则, 越是刻意的话, 越要反着听。 世人太过于虚伪, 说的话也不够真实。 这个时候, 我们就需要反着来。 别人越喜欢说什么, 我们越要有逆向的思维来理解。 人之五官就代表了五种不同的感官。 我们如何用好这五种感官, 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? 嘴巴跟说话有关, 我们需要有谨言慎行和沉默是今的大智慧。 眼睛让我们看透世间的一切人与世, 是否锐利敏捷会影响我们的前途。 至于耳朵, 该听的真话要听, 而不该听的假话要选择性遗忘。 这便是五官对于人生的影响。 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, 就要看我们的智慧了。 以上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 下期见。 1965年出生的人鼠蛇, 蛇被认为是冷血, 阴邪带有致命的恐怖的动物, 一弹起蛇来, 多数人都闻之色变, 人们对他又惧又怕。 生肖鼠蛇的人, 外表淡漠冷静, 但内心十分热情。 做事有计划, 有目标, 能够循序渐进地达到目标。 那么, 1965年出生是什么命呢? 按生肖五行分析, 1965年是什么命? 1965年是以四年, 以得五行鼠木, 四为蛇, 所以1965年出生是木蛇之命, 六十甲子六十年一循环, 所以1905年也是木蛇命。 1965年属蛇五行属性, 木蛇, 以四年, 1965年出生, 木蛇注重秩序条理的个性, 是他们喜欢住在整齐而布置精美的环境中, 他们生性好准确, 喜欢将事物按序排好。 他们极端注重整洁, 对于衣着整洁的人物, 他们视为重要人士, 乐于与之交往, 而欲依着不整的人, 他们一概认为这种人地位卑微, 不屑与这种人交往。 木蛇个性随和, 一结交朋友, 也重情义, 所以有不少知心朋友, 只是做事较为被动, 欠缺积极性, 需身边的朋友鼓励, 事业方可有成就。 此外, 理想高, 有时难免流于空虚, 以踏实做事, 如果学习一种技能, 则成就更高。 蛇年出生的命运与运橙子水, 克制似火, 必献天恶, 龙德保驾, 虽微无大不解之事。 生于蛇人一生, 历尽艰难困苦, 但有龙德贵人保驾, 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凶险, 但蛇人却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, 虽然波折较多, 仍然阻挡不住蛇人事业的发展, 在工作方面, 牧蛇会遇到不少困难, 常感到难以入手, 幸而后来有人鼎力合作, 问题方可解决。 牧蛇在别人浪费时间时, 自我努力不懈, 因此成功经常会降临到他的身上。 此外, 牧蛇事业颇多变动, 会调整职位, 或多一份兼职工作, 以把握机会会有不错的成果。 牧蛇憎恶失败, 一旦失败, 这位头脑固执的牧蛇就会胡思乱想, 陷于忧郁。 牧蛇财运甚佳, 要懂得把握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。 老师在这里, 特别提醒亲爱的朋友,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老师也分享一篇文章,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 好好的读一读,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有道是上天只度有福者, 佛门不度无缘人。 老天爷多半只度那些命中待福的信任, 佛门也只度那些命带因缘的有缘人。 缘这个字, 齐形藕断丝连, 引导着我们的一生。 什么是缘? 就是磁场相近, 相互吸引的意思。 跟某某人有缘分, 双方就能相遇相拥。 跟某某事有缘分, 那我们也就卷入到这件事的漩涡当中。 有些人会说, 跟佛有缘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 其实, 这里谈到的缘分, 就是心中有佛的意思。 你心中有佛, 那你自然就能离佛特别近。 真正的佛, 不是高高在上, 让人崇拜的佛, 而是我们的内心。 正如新学大师王阳明所言, 只要有心, 人人都能成为圣人。 佛度人, 看因缘, 这几种缘分, 其实是好事, 让人一生安稳。 一, 明心正义的善缘。 为人处事, 首先要明心, 其次就是要正义。 所谓的明心, 就是要让内心明亮, 自己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。 所谓的正义, 就是明确自己的志向, 有原则, 有底线的做人。 要想做到其中一点, 那还是比较容易的。 可要想同时做到这两点, 那就比较困难了。 至少, 并非所有人都能同时做到明心以及正义。 有些人, 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, 但他们没有自己的追求和原则。 有些人, 有自己的追求和原则, 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。 认不清自己, 搞不清前路通向何方, 那我们就只能活得迷迷糊糊, 茫茫然然, 根本就不知道这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。 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所言, 我们终其一生, 就是为了认清楚自己。 二, 为而不争得善缘。 有名人说过, 君子者, 为而不争, 善之善者也。 真正有本事的君子, 会做好自己的本分, 但他们不争不属于自己的一切, 这才是人世间该有的大善啊。 是商人, 就去市场当中拼搏一番, 创立自己的事业。 只不过, 在赚钱这件事上, 还是不要过分不择手段, 再怎么爱财, 也要取之有道。 是职工, 那就在单位当中,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, 每天都默默耕耘, 既不惹事, 也不怕事, 那你在单位中的处境, 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至于那些本就跟我们没关系的人与事, 我们就不要管太多了, 也不要争太多了。 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一切, 到头来, 依旧是牢牢碌碌一场空。 正如一代大文豪苏氏所言, 苟非无知所有, 虽亦豪而莫取。 大致意思是, 如果这东西不属于我, 我一分一毫都不会设计。 三, 憨厚正直的善缘。 做人憨厚一点, 到底是好事呢, 还是坏事呢? 从百年人生的角度来说, 是好事。 现代人都觉得, 还是多点阴谋诡计比较好, 还是诚服深一点, 才能立身除世。 所以, 人们都特别讨厌憨厚的性格。 这阴谋诡计再多, 不见得就能大富大贵。 这诚服深一点, 不见得就能活得幸福。 有些时候, 活得太复杂了, 反而就失去了一开始的淳朴。 老子认为, 反仆归真。 意思是, 人, 哪怕再复杂, 再有心计, 几十年后, 等人老了, 依旧会变得简单淳朴起来, 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。 要知道, 人善人欺天不欺, 恶人自有恶人魔。 憨厚且正直的人, 虽然没啥心计, 做不成什么事, 但他们脚踏实地, 胜在安稳。 反观那些阴谋诡计特别多的人, 不是今天与人为敌, 就是明天得罪人, 惹来了一堆的麻烦和祸事。 如此说来, 阴谋诡计就真的好吗? 不见得。 四, 原谅不完美的善缘。 在西游记当中, 唐僧师徒历经八十难, 最终上了西天, 取得了真经。 不过, 由于佛家追求九九归真之术, 所以屠萨和金刚们, 再次降下了一难。 第八十一难, 考验的就是人之悟性。 一开始, 唐僧答应了老规, 帮他上西天问佛, 无奈唐僧忘记, 老规一气之下, 就把唐僧师徒连同好几箱的经书打翻在河里。 唐僧师徒连忙打捞经书, 发现不少经书都失掉了, 部分经书还掉了色, 字都看不清了。 对此, 唐僧连连摇头, 颇有感慨不得圆满之意。 望着失落的唐僧, 孙悟空大笑, 说道, 天地尚且不完美, 何况是经书呢? 有残缺的经书, 才符合天地正道。 没有残缺的一切, 天地当中根本就不存在。 这最后一难, 阐明了一个道理, 这是一个娑婆的世界, 万事万物, 必然会存在不足和遗憾。 我们所能做到的, 不是追求不存在的圆满, 而是接纳这个有残缺的世界。 人有悲欢离合, 越有阴晴圆缺, 此事骨难全。 如此, 随心做人, 随缘做事, 足矣。 以上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,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请不吝点赞,